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来万全部给你们 一共就1000套 200个便单 200个五折 剩下600个 红包66块 直接说话了 好吧 新年投过踩头 弹力带训练 现在开始强化肩膀的力量 解决自己的疼痛问题 第一个我特别想推荐的练肩膀的运动就是像我这样 把弹力带踩好 两边留出一样的距离 往头顶上往去拉 借助弹力带这个阻力去练一个肩膀的上蹄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主要是用我们肩膀的力量 身体不要晃动 站好两个脚把弹力带踩稳 如果你觉得这个力量太小的话 你可以两个脚踩两根弹力带进行训练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差不多是20到34一组练六次 第二个是练习肩膀力量的平行举 首先是前方做到肩膀的位置 然后再慢慢放下 然后再45度脚再慢慢放下 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平行拉起 一共是三个角度 前方 边上和45度 三个动作 每个角度各练20次 也是一共六组 这四个动作练完之后 我们再练一个外旋的力量 也是练肩膀的一个保护力量 你需要一个手把绳子拉好 另外一个手做一个旋转的发力 像我这样拿着 然后20次一组 也是练六组 下一个动作是练一个 类似像我们在打自己的反拍发力一样 一个外旋 它也是练肩膀力量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也是一样 20到30次练六组 最后一个动作 模仿我们在封网 包括抽档时候的短钻发力 这个就不是练次数的 这个是练时间 这个是练快速的 大概一组20秒 同样也是六组 如果你一条弹力带的力量不够 你可以把它两条加载起练 这个弹力带的长度是我自己测试过的 做一些羽毛条力量是最好 最适合的 我的所有弹力带教学 都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羽毛大神上回复 弹力带三个字 它会自动发给你 这个绝对是所有国家的 必练的训练项目 我求你们了 我不会害你们的 如果你们把弹力带练断了 直接找客服换新的 好吧 你练断了 我继续开心 因为你把我说的话记住了 而且在执行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自豪 过年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 羽毛大神 这里具体的中国 99%的羽毛条号者 等你们 下答应 给我羽毛大神 比赛几次后却像一身 只有 下 dir为了时看到这个 牧 porque 去从iche发开心这个花家的 中心就越来到那些花家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